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个环节 总结陈词环节 那么我们首先有请 反方任意变手 进行总结陈词 时间为三分钟 有请 大家好 今天对方便有的观点很简单 他们觉得自律太难了 培养自律的能力 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更多的时间 更多的精力 所以告诉我们 一定要重视自律 自律更重要 先不说他们把困难程度 等同于重要性质中间 存在多么大的逻辑问题 我们回到这个观点 大家有没有认真地想过 自律真的有那么难吗 我方一遍告诉我说 说她小的时候很淘气 经常不洗手就抓东西吃 幸亏阿姨管的盐 才在阿姨的威胁下 养成了健康的好习惯 所以自律的能力差 就先让父母和老师 多管管我们 然后慢慢地 自然而然地 良好的习惯就会形成 自律的能力 也就培养出来了 我们大家想一下 从小到大 我们哪一项能力 不是这么培养出来的呢 早起要刷牙 晚上要洗澡 吃饭不要狼吞虎咽 学习要按部就班 一个字一个字地认 一道题一道题地算 这些在最初 哪个不是父母和老师 逼着我们做的呢 而现在哪一项 没有变成我们的自律呢 进入大学 我们都已经成为 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 今天我们双方不同就在于 国方认为 我们还没有准备好 我们仍然需要 在他律的帮助下 避免行差踏错 努力在将来 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而对方便有 显然没有那么清醒 他们觉得 我们好不容易长大了 我才不要别人管 我能管好我自己 别做梦了 两个月前 你还在茅团场刷题 凭什么两个月之后 你就觉得你能管好你自己 高分录取的同学 四年过后 拿不到毕业证的比比皆是 清华北大的高材生 因为没有自制力 而被劝退的年年都有 我们为什么不能认清我们自己 为什么不能放下这份高傲 和对放纵的贪婪 去承认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 管好我们自己 去承认我们仍然需要 他律的约束和帮助 然后利用这份约束 利用这份帮助 去接纳 而不是排斥他律呢 也许十年过后 等我们回首今日 爷爷会像今日回首 我们中学时代那样 发现唠叨的父母 严厉的老师 苛刻的校规 以及在门口抓迟到的张大爷 真的都是为了女孩 谢谢